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6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510集 今天是美国马丁路德的纪念日 所以美股休市一天 不过美股棋子它是有开盘的 目前道琼棋子小涨 那时打小跌一点点 今天全球股市除了日本下跌以外 其他表现都还算不错 欧股又上去了 这是英国股市 是不是要冲上云霄 这是德国股市 很像要一飞冲天 这是法国股市 只冲天际 连俄罗斯股市都涨了 俄罗斯股市都已经脱离谷底了 如果你听那些财经名嘴在讲中国的惨况 什么白纸革命 烟火革命 现花革命 还有快筛革命 一天死了多少万人 路边都在烧尸体 说中国的经济有多坏 地方政府都在欠债了 公务员领不到薪水 那些大厂都要撤走了 你听完这些 大概觉得中国经济完蛋了 股市也完蛋了 可是真实状况 上证指数一直在涨 中国股市为什么会一直往上冲 所以那些什么名嘴专家的话 听一听就好 我觉得股市往上冲的趋势已经形成了 很难打下来的 没有错 我对美股就是乐观到无可救药 乐观到不可思议 我永远都充满正能量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